大家好,我是權師傅 祝大家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現在跟大家說說虎連運程 新小屬狗朋友來說,今年空聲比較多 當中有白虎聲 在它的影響之下,性格容易被急躁、激動 在這種狀態之下,容易超來擁有衝突和摩擦 以至乎交通事故都有影響 健康上,需要留意心臟、血管、眼睛的部位 容易有高血壓或發炎問題 另外,有天空和非廉星的影響 容易被人誤會、曲解自己本身的意思 在人際關上容易有不愉快事件發生 而變得屈屈掛闊 屈錯的情況會有多些 而大殺星亦會將問題擴大負面影響 而好的地方就是,今年有一顆力量比較大的華蓋星幫手 它代表在皇帝身上,替它遮風擋雨的保護傘 對於屬狗朋友來說,它也有保護塵 要有人保護它 而另外,對於學習上也有幫助 如果你今年想對於學習原學和哲學 今年也是特別有幫助 所以建議屬狗朋友 不妨可以對宗教團體做義工 以至可以抄襲佛經,平靜自己心境 可以找屬豬的朋友聊天 都是對於你今年有幫助 屬豬的朋友,今年是破太歲的生肖 空聲方面有捲舌的影響 說話上容易口齒不清、詞不達意 以至乎被人誤解你的意思 而照理一些厚舌之真 與此同時也有狡猾性的影響 容易糾纏不清和要人爭論說到沒完沒了 而另一方面也容易被人牽連影響 只要留意無妄之災 健康上需要留意呼吸系統和腰腳流傷 而最後劫殺性是三殺之一 所以容易遇到財物被劫或功勞被搶的事 雖然是這樣,今年吉星的數量不少 其中有天德星的幫助 除了可以逢空化吉 而對於感情和學習問題 亦有迎刃而加的幫助 而對於受情緒困擾 亦有平靜內心的幫助 加上福清的扶持私下 喜事和行運都特別多 此外對於作職人士來說 亦有八佐星的幫助 個人心宵比較實物 以至乎對周遭環境更有敏銳的觸覺 加上六分星的幫助下 工作上要得到上司的上職和升職加上的機會 都特別多 所以屬豬的朋友今年在說話上要分外留意 小說話多做事 以至乎可能做事方面 可以多做善事加強天德和福清的幫助 與此同時亦都可以找屬雞和屬兔的朋友幫助 有事成年更加向好方面發展 新小屬龍的朋友 今年又差一點 因為沒有有力的吉星幫助 今年其實適宜低調 以及避免了大決定的年份 在空星方面 今年受到桑門星的影響 個人和親人健康會轉弱 還有肩頸痠痛和腸胃問題 同時避免在3-4月的時間 在東南方組裝一些傢俬 容易有些受傷的情況發生 而加上天哭星的影響下 富林林比較重 情緒容易低落 以至精神和肇膚不振 令到你的復原進度比較慢 另外在月殺星的影響下 屬龍的女性在健康上需要多特別留意 另一方面 男士都因為受到月殺和炮露味的影響下 經常和太太女朋友 女性朋友 親戚找麻煩 以至於今年談分論 搞得好 雙方父母都比較多要求 在事業上 亦容易被女性的老闆 針對、限制 以至追趕進度 同時炮露味除了感情影響之外 如果家裏有養畜物 亦容易被人弄傷 以至聘請工人姐姐 不妨多了解對方背景 尤其是4、5、6和10月的時間 相處上比較多問題 所以今年屬龍的 不妨多找屬豬朋友聊天 即是今年天德星的幫助 會有今年的負面影響 新肖屬小朋友 今年跟屬龍朋友一樣 沒有太大的吉星幫助 空星方面 即是天狗星 今年是逆馬星之日 但今年的毛巾幫助 出行上需要留意交通問題 以至盡量避免晚上出街 尤其是晚上下夜山 另外留意腸胃不息 肚痛、腰腳受傷問題 同樣是三殺星之日的災殺星 所以容易遇到水險、火險的意外 而且加上天狗星的影響下 屬鼠亦是桃花失照之日 所以感情上容易出現問題 同時亦有羊人性 它代表容易跟人正面衝突 人際關係比較緊張 以至於只有你官非是非 血光皺傷的事 最後有吊嚇星 在她的影響下 亦有多留意長輩和家庭成員的健康 尤其是下半年 所以屬鼠朋友今年的 雖然雌刑不太多做善事 亦可以找屬鼠朋友 借下今年的天界星 化解一下洋人的衝突矛盾 以至同樣找屬鼠朋友聊天 借下今年的天得風聲化 淚氣為長和 AM730的讀者你們好 我是Yoyo 祝大家苦年、行大運 身體健康、心生思思成